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線上去備的服務 那你要找我們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在做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什麼 影片或照片有沒有合成的需求 有對不對 你看我們剛剛在這個Photocap裡面 他不是有送我們一些這種嗎 有沒有發現這些都是什麼 是不是都是去備好的 所謂去備好就是他就是透明的嘛 那這樣是不是好用很多 那有兩種方式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第一個我們教材裡面任務 您看我這裡我應該有放 不好意思我沒放 馬上加進來 就是您可以透過搜尋的方式去找到 好我剛剛馬上加進來了 那麼您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種方式是你在網路上就可以直接找到很多透明的 那這種適合什麼就是我要找素材用的 可是呢還有一種需求是什麼 我們家自己的照片對不對 自己的照片那當然網路上就找不到 這個時候就是要透過我們 這邊有一個跟大家介紹這個 線上去備服務的 叫Background Burner 好雖然是英文的 但是你不會覺得太難過 因為不會太難 好你進到這網站之後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是從右手邊直接選一張照片 另外一種是用拖曳的方式把它丟到這邊來 好那比如說我們來看看 您如果怕那個照片檔案太大的話 先利用Photocab先縮小 先利用Photocab先把它縮小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想要用 找一個可以去備 好這裡 OK 進來 那這一張是 我們一般反正你就拍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要把旁邊這些去掉嘛 好那我現在這邊影像大小裡面 我可以先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你看這個是圓尺寸的 請問這是幾百萬像素 欸 忘記考各位一件事情 照片的話我們常常講 那幾百萬像素 請問是怎麼算出來 長乘以寬 沒有錯 就是這個 這樣有沒有 所以這個號稱五百萬像素 有沒有25乘以20嘛 1920就當作是20 所以 這樣子就是五百萬像素 它不會剛好整除 不會剛好整除 所以呢 我不需要那麼大 我來這邊稍微把它縮小 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 在網頁上大概這麼大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或者影片大概這麼大就好了 好我弄好 我按儲存 把它另存一個 我先放在桌面上 那建議各位其實如果你要保留比較好的品質 建議各位你用PNG 這個有概念吧 我們JPG的話它會不斷壓縮 所以你越存的話檔案會越差 那PNG基本上是屬於不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它可以還原的 它可以還原回來 所以我大部分會比較喜歡用PNG 好 OK 好 你看我儲存好了 我現在呢 就把這張傳上去喔 那我這個 你有兩種方式 我們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找到我們剛剛那張照片 是不是在這裡 我就 這樣 如果你要用拖曳的 我會像這樣子用 好 我就丟過來有沒有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技巧好像比較多 你就直接用弦的 也可以齁 好 你看呢 我丟上去之後 然後 他會開始把照片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先 稍微把那個檔案 先縮小一點 好 那他開始會有一隻噴火龍出來 有看到了吧 哈哈哈哈 他會開始把你做準備做去被 先把你變成反白之後 然後去找到他要的範圍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好像有去掉一點點了 但是又不是去得很好 對不對 他總共先幫你做三種測試 對不對 那麼這三種都沒有一個是 完全符合需求的 沒有關係 你就挑一個 你覺得比較接近的 好 如果假設有剛好 就是完全都符合你需求的 你就直接勾Select就好 那萬一沒有 我們就來Touch Up化妝一下 這樣了解 好 所以比如說你看我在這邊 我就按一下 Touch Up 這時候就會進到這種畫面來 那在這邊我先等各位一下 你先挑一張自己的 好不好 來 但是要麻煩你先稍微縮小一下囉 好 縮小一下 這樣待會你在上傳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快 好 那您可以看到呢 他現在做好 現在幫我們是有簡單做去背的 那麼 你先看一下 紅色這個就是 要把不要地方把它塗一下的 那麼 綠色就是我要的地方 但是在塗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需要塗得很精準 如果你曾經學過Photompeg 或Photoshop的那個去背 你知道那個邊緣要塗得很準 對不對 那這邊不用 假設我是不要的 好我是不要 我就在這邊抓一下 你也不用那麼勤勞 後 我一定要繞一圈 有沒有 校園跑一圈才可以 有沒有 你只要點一下就好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那要的呢怎麼辦 要的請你在身體裡面畫就好了 好 就是比如說 我看一下 這張都沒有我要的 因為要的都已經進來了 好 假設這個手這邊要 我就在這邊塗一下這樣 你不要說 我要塗邊緣再繞一圈 有沒有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有些地方比較細 有些比較粗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可以按 有沒有 因為有些比較粗比較細啊 比較細的你就用小的筆刷 這樣會了齁 我們馬上來試看看喔 來 你看齁 那你可以搭配我們右手邊有沒有 放大鏡 你可以搭配這個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不要 你看 這樣有很清菜 有沒有 他有沒有一個walking 有 你就看你要等他一下 馬上看有沒有 這裡不要 這樣就不要矮 你不用一定要等他算完啦 你可以繼續做沒關係齁 你看我是不是都在外面繞而已 欸 就告訴他那個不要的 不要太過分有沒有 不該有的 不要把我加進來 好 這裡也不要 你看我錄 但是呢 他現在做的是比較粗略的齁 我們在這邊再錄這個 你可以看到我們上面這裡有沒有兩個工具 一個叫基本的對不對 一個叫pixel 這是比較精準的 我們先用比較基本的 先把大略的 是不是都稍微去掉了 好 我們再來用什麼 比較精準的 因為比如說像這邊啊 對不對 或像這裡 那像這裡比較細 我就可以搭配我的放大鏡 有沒有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搭配比較小的筆刷也可以 好 比如說這裡 我就錄一個 這裡錄一個 這裡錄一個 如果你要去得很精準的話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嘛 好 哪邊 好這個 不見了對不對 好你看這就是我要的 可是不用那麼大 是不是小一點 講 你這個要留著喔 有沒有 我是不是都畫在那個裡面 你不要畫到外面來了 有嗎齁 嘿那我現在已經做的 比較接近我要的 可是正下的就 要比較精準的 我就可以切換到這邊 啊對了齁 萬一你會發現它做錯了 這裡有還原 有齁 好 你看我現在切到比較精準的喔 比較精準的 如果你是在要的 一樣 有沒有 有這個齁 這裡不要的 有沒有 它會幫你塗原色 有看到了吧 要的是用綠色的 不要的是用這個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比如說我有發現喔 發現哪裡 你看這個把手 這裡沒有弄到對不對 那這個你就要精準一點喔 你看我在這邊 我是在邊緣上就塗下去了 這個你要畫準一點 它這邊就會跑回來 它就只處理這一塊 我們基本的是 你畫下去之後 它是整張都處理 那精準的就是 針對你所塗的 你看這裡是不是多的 好 我在這邊 剪的 告訴它這裡不要 可是這裡我要塗準一點 它就會把你算得比較準 這樣有了解齁 當然像這裡啦 這裡 你可能就要稍微 眼睛要辛苦一點了 好 如果真的太多 我們就把它 有沒有 變小 這裡 大概齁 大概齁 大概接近 蛤 因為我們會有去背的需求啊 對吧齁 所以你可以看看 你覺得說 你要真的去背的很漂亮的 就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把這些細的地方把它修正好 把它修正好 真的有那種畫板 就是頂的那個 有有有 我們現在用滑鼠 你會比較 你會覺得比較辛苦啦 所以真的用那個會比較好畫 當然當然當然 你看我在這邊 就是比較接近的 我這樣一圖 它 它會把我現在畫的這條線去算 可是這裡 是不是就沒有算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用比較精準工具吧 那如果你用 比較概略的 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我就直接 有沒有 我剛剛講的 就圖一下就好了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 整個區塊重新計算 這樣是不是太多 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 喔這裡 拜託一下 這裡 記得喔 你要的不要塗到外面來喔 有沒有 可是它其他地方可能會怎樣 不小心處理到 對 所以說 你真的就是做好差不多的時候 我會建議就是要精準模式 去處理 這樣好一點的 有沒有 所以盡可能 當然我們希望說 在基本步驟就先處理完 你看像這裡 是我要的 我在這邊 就塗得好一點 欸 它就會幫你處理這一塊 只是不可否認啦 畢竟 其實原本有另外一個線上服務室比較好 可是它現在已經是要付費的 不然的話 其實它可以處理的 比這個 網站再快一點 欸 比這個網站再快一點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好 這樣有問題嗎 會做手工藝嗎 會 會 來 還給您 所以其實如果你拍照的時候 它本身跟背景 就已經分得蠻清楚的 其實那是最好的 因為你要做的去備 幾乎 它能夠自動判斷的部分 就做得很不錯 你可以左右那個圖稍微對照一下 這樣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會看得比較清楚喔 左右的圖稍微對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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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設您都已經OK 您就按Finish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要求您就是 好你看出來的 萬一如果你還需要的話 你可以重新再從這邊進來 好 那我現在呢 它要求要登錄之後才能下載 對不對 那沒關係 你就按一下 好 那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跟它做連結 但是呢 這邊如果你不想要這麼麻煩的話 您有幾種選擇方式齁 您可以去我這邊 知道 拋棄式眼鏡嘛 引擎眼鏡 信箱也有拋棄式的 因為 如果你常常都是用自己真實身份去註冊 那麼各位收到垃圾信是應該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有看過那個Mission impossible 認錄收到之後 閱讀完幾秒鐘自動銷毀 所以我們信箱也可以用這一種 假設你不是認真的那一種 有沒有 我只是來這邊玩一玩的 你就不要把自己的資料留在外面嘛 好 那你就可以點一下 就可以找到很多所謂的拋棄式信箱 對不對 雅虎說什麼東西都有嘛 不過也是什麼東西都找到嘛 好很多 那我們可以先用第一個沒關係 好 你點進去之後呢 有沒有就有一個信箱了 這裡有一個信箱是跑出來了 你可以直接按這裡複製 對不對 好你按複製就好 也就是說 你說它產生一個臨時信箱之後 你的收發信都在這邊就完成了啦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 好那你只要關掉這網頁 它就怎麼樣 這個信箱就消失了 這個我先複製一下 好我在這邊 把網址貼上 把那email貼上有沒有 按右鍵貼上 那密碼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有一個大寫的字母 至少 至少要有一個大寫的字母 這樣OK 好所以我就隨便啦 下面這個是郵遞區號 就是數字 反正你不知道就隨便打 這樣可以 好我就登錄 好有沒有出現下載 這樣了解了嗎 反正你不是真心的嘛 你只是來玩一玩的 但是重點是在這邊 請問你覺得要下載JPG好 還是下載PNG好 一定要用PNG喔 因為JPG這種格式 是不包含透明資訊的 也就是說我旁邊這邊待會兒 假設我要 變成我的 合成的圖之一 它後面是不是要看過去 對不對 不然就白白的 所以要麻煩你一定要下載PNG喔 好不好 一定要下載PNG 這樣才是合格的喔 好那你按了之後 它就會好的 就會出現下載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下載下來了 那待會兒呢 我們就可以拿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Photocab也可以用啦 好 比如說你在Photocab裡面 假設這樣子 我可以從這邊加進來 照片物件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桌面上 有沒有具備好的 你看 有具備好的 有沒有發現它背景會像這樣 這個時候我選好的按OK 有沒有進來就兩個啦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喔 所以其實 具備就是像這樣 那不管是影片 還是照片 你有這種透明圖 就很好用 好我趕快還貼你